圣姐妹早上好 主内平安 让我们在此怀着感恩的心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一所启示的话语 再次地告诉我们 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的救恩 都是神 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造成的 为此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谦卑的心 来跟随 来服侍 求你今天 亲自对你的百姓说话 使我们 在你的话语里面 明白你的旨意 领受到 你的安慰 并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有谁去过 迪拜 请举手 有人去过迪拜 去过迪拜 有没有看过 哈里发塔 有看过 那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 去迪拜 那请问 去过纽约曼哈顿的请举手 谢谢 谢谢 很多人都去过曼哈顿 那曼哈顿有一个 大厦 叫帝国大厦 对吗 所以我提两个地方 你们就明白 我说要讲两座很高很高的楼 一个是迪拜的 哈里发塔 一个是纽约曼哈顿的帝国大厦 那哈里发塔 它很高 它为什么叫哈里发塔呢 因为伊斯兰教 他们的先知 莫罕默德 创立伊斯兰教之后呢 他离世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 他的继承人就叫哈里发 所以呢 那个塔就以哈里发来命名 为了要彰显 哈里发的什么 荣耀 让世人一看见这个塔 哇 哈里发塔 好高啊 对吗 那一百年前 中国还没有什么高楼 现在中国上海 普通有很多很多的高楼 那福州也有很多很多的高楼 但一百年前 中国没有什么高楼 但一百年前 纽约曼哈顿 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高楼了 所以那个帝国大厦 当初是全世界第一高 它之所以叫帝国大厦 因为在一百年前 美国比现在相对而言要更加的强大 所以它彰显的是 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国家当中的一个荣耀 所以这样的一个高塔容易让我们看到 容易让人看到 也容易让人记住 更容易让人把这个荣耀 不自觉地会归给他 那今天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所讲到的巴别塔 也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的 他们往东迁移 遇到了一块平原 他们就停下 他们就建造一座城 他们就要住一个塔 注意看 他们做两件事 第一 他们建造一座城 第二 他们要建造一座塔 建造塔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这座塔一定要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注意看 城 塔 塔要传扬我们的名 那城呢 城是为了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所以你看到城市 对应外面的这个 不要分散 塔在中间 对应的 要传扬我们的名 那所以创世纪的 第十一章的四节 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之一 那我们看 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一节 当洪水过后 上帝是怎么吩咐挪亚的 上帝吩咐挪亚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所以上帝对挪亚的托付 跟他对亚当的托付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在亚当犯罪之后 人们偏行几路 离弃了上帝 上帝用洪水审判之后 只留了罗亚一家八口 在洪水消退之后 上帝给罗亚的这个命令 跟给亚当的命令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生养众多 要变满全地 我们看到创世纪 第一章的第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这地 治理这地 所以神对亚当 他们的托付是 你要变满全地 治理这地 对罗亚的托付 也是要变满全地 治理这地 但是 在罗亚的后裔当中 这个时间 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 有一些犹太拉比 他们研究说 可能经过了三百四十年 或者是更久 我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来 到底是多长时间 因为《创世纪》这个十一章 跟第十章的关系 并不是一个时间顺序上的关系 例如 在《创世纪》第十章第五节 说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 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第十章的第三十一节 这就是闪的子孙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 所以 所以 第十章已经告诉我们 他 挪亚的后裔 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 他们有自己的土地 有自己的国界 有自己的人口 那么为什么到了十一章 第一节 突然又告诉我们说 那时 天下人的口音 言语 都是一样 那就说明 摩西作为创世纪的作者 他在这个地方 他并不是要按一个 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来阐述一个问题 而是 在第十章介绍了 罗亚之后 世世代代的人的分布情况之后 把中间的一段历史 单独的拎出来 拿出来 展开来叙述 告诉你 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巴别塔 这个事件 在当中的由来 好 我们看 第十一章的四节 我们要建一座城 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 这是他们的目的 那这座城 有谁来建造呢 第五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降临要看 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所以这个世人 我们理解 就是世上的人 那英文的翻译是 Sons of man 或者是 Sons of Adam 那希伯来文是 Bani Adan 就是 Adam就是人的意思 就是亚当的意思 那前面这个Bani就是 孩子的意思 儿子门的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 这些建造 这座城的人 和建造这座塔的人 是谁 是亚当的儿子们 所以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 亚当的儿子们 在世上要建一座城 他们做的目的是要 对抗上帝的命令 这是一座他们在地上建造的城 然而 在启示录的第21章的 第二节告诉我们 有一座城 是新耶路撒冷 是从神那里降临下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看 这里有两座城的对比 一座是在地上的城 一座是天上的城 一座城是由世人建造的 另外一座城是由上帝亲自建造的 一座城是从平地起高楼 不停地往上盖 另外一座城是上帝预备好了 从天降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概念 一座城是世人往上建造 另外一座城是上帝亲自建造 并从天而降 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 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从天降临下来 那建造那座的城 祂的人名是谁呢 根据启示录第十四章的记载 当羔羊站在西安山上的时候 跟随他的有十四万四千人 所以这些人都是羔羊的宝血 所买书回来的 都是上帝的百姓 他们是sons of God 他们是神的百姓 他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对比这两座城 一座城里的居民是世人 一座城里的居民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在地上的这座城 他们是要让人不要分散在全地 而那座要降临的城 使徒保罗说 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驾云降临 要叫天下各方各族各民中属于他的人 都招聚了来 所以那座城 它包含了各方各族各民 都要招聚了来 而这座城是一样的人民 第六节 约华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单一的人民 但是上帝的心意是 各方各族各民 万邦万族和万民 上帝让他们分散在全地 治理全地之后 上帝要再把他们招去过来 所以对比看这两座城 我们会发现其中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这城中的塔 要建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了要传承我们的名 那这座塔 如果他们只是建造一座塔 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对的地方 但它的错误在于 他们要建造一座塔 塔顶通天 这是第一 第二是要传承我们自己的名 这是第二 那世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 能力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遇到一块平原 就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做砖 所以他们有能力做很好的砖 砖 做塔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他们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很有安全感 我们有组织 我们很有安全感 我们没有必要分散在全地 所以这样一座塔 它有没有达到它所期待的目的呢 它有没有通天 它没有通天 那第五节很有意思 第五节说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河塔 这节经文很有意思 约翰派伯牧师 他的英文名叫John Piper 他解释这节经文 他很有意思 他说 上帝为什么要下来 因为人造的这座塔 在天上根本看不见 人造的这座塔很高很高 但是上帝在天上根本看不见 所以上帝要下来 人自发可以造一座很高的塔 塔顶可以通天 但事实上 天里地有多么的高呢 这个塔根本没有办法通到天上去 另外是 这座塔要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 它根本没有荣耀在上帝面前 上帝根本看不见他的荣耀 所以上帝说 我要下来 我要下来看看他们所建的这座塔 所以很有意思 那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那特别是我自己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会有一种 骄傲的情绪在里面 那例如说 提摩开勒牧师在纽约曼哈顿 他指了一个堂 叫救赎主长老会 他有一个讲员 他分享自己的见证 他说 他说我刚当牧者的时候 我提醒我自己 一定要学习谦卑的功课 所以他告诉他自己 说我要经常背一背圣经里面 让人能够谦卑下来的经文 例如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福给谦卑的人 例如是这样的经文 所以他就时常用这样的经文 来提醒自己 有一天 他跟他的太太说 他说 今天我要让自己特别谦卑 所以我今天一次性 我背会了三节 关于谦卑的经文 你觉得我厉害不 我为了让自己谦卑 我去背 让自己谦卑的经文 我今天一下背了三节 我跟我太太说 你看我厉害吗 他这句话给了我有很深的感触 所以当我在自己心里面说 我比他谦卑的时候 当我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骄傲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功课 特别是作为服侍的人 在服侍当中 服侍服侍久了 就会觉得 我还是做了一点工作的 做了一点事情的 我很容易不自觉的 甚至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就有一点点骄傲的情绪在你里面 就是要传扬自己的美 所以上帝的话语 他比两人的剑更快 当我自己在预备这节经文的时候 他就刺破我的心 让我看到 你一点点的骄傲 都被显打出来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只有存一颗 特别温柔和谦卑的心 常常看到自己里面的罪 所以我们不是要建一座塔 塔顶通天 要传扬自己的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相对于这群人建造一座塔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被举起来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人犯罪了 摩西举了一条铜蛇 凡是看到这条铜蛇的人 就被医治好了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 跟他的门徒讲的时候 他说 在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所以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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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好使这个世界知道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而这个名却是他自己被举起来的时候 不是世人在地上建造一个巴别塔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自己建造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传扬 来让人得救的名 反倒是 一起一起来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好 因为今天我们选了两处的经文 一处是在创世纪 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所以现在我来讲《使徒行传》第二章 跟《创世纪》有一个对比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起 五旬节到了 门徒聚集在一起 这也是聚集 他们跟《创世纪》巴别塔的聚集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巴别塔的聚集是 人们彼此商议 说来吧 我们要做砖 我们要建一座城 所以那个地方 人们的聚集的目的 是为了要建一座城 建一座自己的城 不让自己分散 而在五旬节的时候 人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 是等候神的作为 等候神的旨意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四节 耶稿和他们聚集的目的 吩咐 祝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耶稿告诉他们 要聚集 要等候 所以在耶稿升天之后 五旬节到了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聚集 是要等候神的工作 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群人的聚集 是要成就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两处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对比 第二节 五旬节这个地方 忽然从天上 有响声下来 有响声下来之后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舌头上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幅 圣灵降临的景象 是圣灵降临 这个地方 第二节的下来 跟创世纪第十一章五节的下来 有什么不一样呢 创世纪第十一章五节是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 所建造的城和他 那个时候 是神要下来 要破坏他们的计划 要打乱他们的计划 而这个地方 神向下圣灵 就是要成就他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 这个地方的降临 跟创世纪的降临 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一个是在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创世纪 另外一个 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后 五旬节 所以在五旬节 上帝的降临 是在耶稣 从死里复活之后 是人子在被举起来之后 所以上帝降临 第一次是要改变人的计划 第二次是要成就 他自己的计划 第四节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而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九节 耶稣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变乱他们的言语 这是上帝在创世纪 在巴别塔的时候所做的 在五旬节 圣灵所做的是 让他们每个人 可以说别国的话语 第五节解释 说那时 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注意看 弟兄姐妹妹 是从天下各国来 之后解释 说我们是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弥索波达米亚人 犹太人 加帕多家人 本都人 亚细亚人 弗里加人 庞菲利亚人 埃及人 旅西亚人 罗马人 克里特人 阿拉伯人 这个地方提到了 很多很多的国家 跟民族 这些人 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说 他们说 都听见他们 这个他们就是 耶稣基督的门徒 用我们的相谈 他们 他们用他们的 话 你看这个地方 上帝让他们开始 相通 让他们相通 不是让他们都说 以色列的话 不是让他们都说 犹太话 而是让这群犹太人 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国家的语音的话 这就是方言 所以方言不是听不懂的言语 方言是指别国的言语 而一定有人能够听得懂 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 让在巴比塔时期 被打乱的语言 现在重新变得可以听得懂 所以上帝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圣灵的工作 是合一 对不对 圣灵的工作是让各种各样的语言 能够彼此相通 这是合一 但是在创世纪 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单一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区分这两个区别 一个是单一 一个是合一 合一是在圣灵里面 用各种各样的语言 都可以敬拜 这独一的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用国语敬拜 有的地方 老年人的福州人 用福州话敬拜 我们附近 有 从巴西 从南美过来的 他们用西班牙语 或者是葡萄牙语敬拜 他们用各种各样 不同的语言敬拜 但 所表达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 就是敬拜 这独一的真神 所以圣灵所带来的 合一 是在多样性里面的 合一 是多种 多样里面 那共同的特性 那个合一 那个合一 不是在创世纪当中 那个单一的民族 单一的语言 那个时候是一个民族 但现在是万族万民 那个时候是一个语言 现在全世界 至少有五千六百种 语言以上 而这里面 大多数的 都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母语 来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圣灵的工作 是何等的奇妙 第十一节 十多新传 二章 他们都听见 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述神的大作为 弟兄姐妹们 这句话非常之重要 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 彼此讲论对方的相谈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讲论的是什么 讲述神的大作为 所以当圣灵带来 天下万国万族万民 各种语言之间的合一的时候 他的果效是 讲述神的作为 而在巴比塔的时代 当世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 他们是 要传扬 我们的民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传扬我们民的人 是世人 他们是亚当的 孩子 而传扬 上帝 大龙作为的 这群人 他们是 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是 上帝的 儿子 所以这个是 截然不一样的 所以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第五章 告诉我们说 这就如罪是 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 这个一人就是亚当 所以保罗说 在亚当里面 我们众人都死了 这个就是 那个我们生生的 祖 祖祖祖父 亚当 我们按肉体来说 都是他的孩子 按照我们肉体的本性来说 我们都愿意在地上 盖一座城 按照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本性来说 我们都愿意建一座塔 按照我们自己老我的本性来说 我们都愿意夸奖自己的名 这是我们从亚当里面所带来的 那个本性 然而 保罗说 恩典做王 罪即是从一人来的 恩典不也是从一人来的吗 那个一人就是耶稣基督 在一人里面 因着罪的缘故 众人都死了 在这个人里面 用着恩典的缘故 众人都活过来了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告诉我们 他就是第二个亚当 他就是那末后的亚当 最后一个亚当 他本来不是亚当 他成为亚当 是为了要救赎亚当和亚当的好意 所以在第一和第二之间 没有第一点五 对不对 弟兄姐妹们 我们数一 然后就到了二 所以在亚当和基督之间 没有其他的代表 所以亚当是指向 这个第二的亚当 就是耶稣基督 真正的亚当 真正的上帝的儿子 路加福音追溯 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 追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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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后追溯的亚当 接着说了一句 亚当就是神的儿子 而路加福音 路加在那地方阐述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婴儿 就是有一个婴孩出生了 天使在报喜讯 牧羊人在报喜讯 他就是降生在马草里的耶稣 他追溯追溯 要追溯的亚当 他是亚当 就是上帝的儿子 而这个要来的 降生在马草里的婴孩 他就是真正的亚当 他是第二个亚当 取代并更新第一个亚当 他是末后的亚当 在他之后 再没有其他的亚当 所以上帝借着他来拯救我们 所以在第一个亚当里面 我们都犯了罪 在第二个亚当里面 我们都得救了 所以上帝看到亚当的孩子们 在建造这座城和巴别塔的时候 他要下来 为什么他要下来 他要改变他们 他要打乱他们 因为上帝如果不过来干涉 他们就要做他们所做的事 这个地方 创世纪第十一章 描写得非常的生动 他说 他说 我们 第六节 耶稣还说 看呢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 既做起这事以来 以后他们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这个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难道是 上帝害怕人们在地上 做成什么伟大的功绩吗 不 上帝不是害怕他们 做什么伟大的功绩 上帝是担心 上帝害怕 亚当的孩子们 在地上越走越远 越堕落越深 所以上帝要出来阻止 上帝要出来干涉 这就像我们在诗篇中 大卫所祷告的一样 也是我们每个人 经常所祷告的一样 神啊 求你拦阻你的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免得我们犯罪得罪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 在我们偏行几路的时候 来干涉我们 来引导我们 来打断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带领我们 就像上帝在伊甸园 所做的一样 当亚当和夏娃吃了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 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 赶出伊甸园 就是因为 若是他们继续留在 伊甸园里面 他们会吃生命树的果子 而那个果子会让他们 带着罪永远也死不了 所以这是上帝 要来干涉的原因 而上帝要来干涉 是为了要预备 上帝自己的救赎 所以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审判 永远是跟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慈爱 关联在一起的 在他的慈爱中 彰显他的公义 在他的公义中 彰显他的怜悯 所以上帝 这两个本性 是永远在一起的 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他下来了 他改变了人的计划 在十字行传第二章 五旬级降临的时候 他又下来了 他要成就 这极重无比的救恩 而上帝的国是怎么开始的 当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上帝的城从那里降临的时候 上帝的百姓在哪里 上帝的百姓 就是从五旬节开始 是教会的建立 招聚上帝的百姓 来到上帝的家中 上帝预备他的百姓 预备预备预备 直到人数满足的时候 我们作为整个教会 连同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那圣洁的心腹 是装饰整齐 等待着耶稣基督来迎去 所以这是上帝在预备他的百姓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是一样的人民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人民 但他们却是多样化的人民 所以在以色列人复兴 还是小事 他要做外邦人的光 他不仅仅是来复兴以色列人的 那个是很小的一件事 他要做外邦人的光 所以使徒保罗说 我深知耶稣基督的奥秘 就是在基督里面 不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外邦人 化外人 都成为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百姓 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 雅各 他们说我们写信给外邦人 说他们不用遵循 我们犹太人各里的要求 不用遵循我们 食物捷径的要求 只要吩咐他们几件事 不可以做就可以了 因为不要把我们这祖宗的恶 加在他们身上 所以可见 成为神的百姓 不是要成为犹太人 这个地方 石头行传告诉我们 开始说彼此的话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来说 以色列话 都来说希伯来话 让我们看到 希伯来话是尊贵的 不 虽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说亚兰语 但是 圣灵降临的时候 门徒们说的 却是别国的话 可见上帝的心意 自始至终都是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山地 到撒玛利亚 直到第一集 所以他是要招聚 这一切的人过来 所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稍微来回顾一下 我们对比 第一个是一座城 第二个是一座塔 第三个是一个语言和民族 一座城 我们看到 有不一样的两座城 一个是亚当的儿子 在地上建筑的 要往上盖的城 对吗 第二个是从上帝那里 降临的一座城 这个是世人用砖垒起来的 那个是上帝亲自建造 我们也知道 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描述 那座城是何等美丽的一座城 金 银 各种各样的宝石 马老铺成的 这两座城的品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用土垒的砖做的城 一个是上帝 他那圣洁的手 用各种各样的宝物 所成就的城 一个是从地上垒起来 往上盖 一个是从天降临 那么这个城里的百姓也不一样 一个是亚当的儿子们 一个是神的儿子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座城不一样 那我们再来中间看 这个塔被举起来的 作为一个记号的 让人铭记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相信在地上盖一座 一百层以上的大厦 我们希望它可以永远地 助力 不会倒 为的是让人铭记 它在让人铭记的同时 它也在传递一个信号 我们希望这是永恒的 我们在地上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 今天早上我一个同学 跟我说 他写了中文的讲道稿 他用最新的那个AI技术 叫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说人工智能嘛 就叫ChatGPT 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对吗 他就让ChatGPT 说你把我这篇讲道稿 翻译成英文 瞬间 他那篇讲道稿 就被翻译成了英文 科技发达到了这种程度 之前摄影师要拍一个摄影 要会很大的劲 要灯光这里摆那里摆 现在就是说ChatGPT 给我出一张图片 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在一个背景当中 是有蓝眼睛的 马上那张图片就生成了 非常好 所以最先营救 这个人工智能的谷歌公司的 那个首席这个项目的科学家 他说我现在很担心 很担心这个人工智能 到最后会超过人脑 太聪明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人在社会上 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非常聪明的 就是人工智能都变得这么聪明 人们说我们可以建一座塔顶通天 所以现在这个世代 人们追求高科技 人们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 人们已经慢慢的习惯了 不再追求上帝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人们 希望用自己的方式 来达到一种 跟上帝一样有能力 那种程度 来达到一种 我在地上所做的就成为永恒 而在地上所追求的 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永恒 就像创世纪十一章第五节说的一样 上帝在天上看了半天 看不到 看不到 人们认为那个哈里发塔很高 在上帝那里根本看不到 人们认为那个荣耀 已经很了不起 上帝根本看不到 唯有被世人所看不起的 那个卑微的耶稣 没有加行美容的耶稣 那个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 他不熄灭的耶稣 被举起来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人嘲笑的那个耶稣 他真正 为我们成就了 一个名 那就是上帝的 儿子的这样一个名分 为我们成就了一个荣耀 就是在他里面 享受上帝给我们永生的 这个荣耀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是城 第二个是塔 第三个是语言和人民 语言是最重要的 没有语言我们没有办法相通 没有语言我们跟上帝 没有办法交通 没有办法敬拜 但是上帝的心意 从来就是在多样里面 有他的合一 天下万国万族万民都要合一 就像旧约的小先知所说的一样 到那日 天下各族各民 都会骑着他们的驴 去耶路撒冷朝拜 然后上面他们会写上 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不管是什么语言 不管是什么民族 最终都在上帝里面同归云 不管是什么语言 不管是什么教会 不管在哪里 最后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好最后我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 这个小故事 是我在2019年很多同工 我们一起去巴尔地摩 开宣教大会 那个讲员最后 那天结束讲到 是一个英文讲员 他讲得非常好 他讲的一个小故事 他说 有一个宣教士去中国 西藏宣教 他跟那个西藏的喇嘛 谈 知道吗 他问喇嘛 就是和尚啊 喇嘛就是藏传佛教的和尚 他问 他说你们怎么样找到你们的神啊 喇嘛说 我们都是磕长头 一辈子我们一定要磕一次长头 五体投地的 磕两千里 磕到布达拉宫 他说这是我们的修行 他说我们的修行 就像我们在爬一座高山 我们从山脚底下 往山顶上面爬 直到有一天 我们爬到了山顶 我们就成佛了 我们就见到了我们的神 然后那个人反过来就问宣教士 说那你们所传的耶稣 你们的神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他说 你们是自己往山上爬爬爬 爬到山顶去找神 而我们的主 如果用山顶来说天空的话 他是从山顶下来 来拯救我们 所以这就是最本质的区别 世间所有的宗教 都是自己从脚底下往上爬 而我们的信仰 是神亲自道成肉身 来寻找我们这群迷失的羊 这就是我们得安慰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过程中 我们总是有彷徨 有软弱 然而上帝安慰我们 耶稣基督不会撇弃我们 所以再用那个例子来说 信佛的人是一身修行往塔上在走 然而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不是没有好的品行 也不是没有好的见证 也不是没有行善的表现 不是没有各种各样的追求 一样有 但本质的区别在于 信佛的人是一个人往山顶爬 而我们是耶稣基督 掺拉着我们往上走 这就是帖斯巴罗家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愿那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成圣 所以你得救本乎恩 你成圣的道路上 依然是上帝的恩手 不停地在掺拉着你 即使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跟其他信仰最本质的区别 一个是不停地往上走 一个是上帝的儿子下来了 掺拉着我们往上走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当世人问上帝如何爱我们的时候 你借着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差遣你的儿子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表明了 如今我们这群蒙恩的儿女 蒙爱的儿女 不愿我们来听从耶稣基督的话 来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不断地反省我们的罪 来靠近基督 救进基督 走这成圣的道路 走这归回天家的道路 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愿一切送赞荣耀都归给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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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ć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